这个舵爷这个建川博物馆呢 就比较冷清了 就是没有什么人讲这个抗战的这个历史 我这一圈去这个建川博物馆呢 这个还是心情这个最好的 去的这个建川博物馆 然后从那个成都古侯子锦礼啊 反正这个啊也算正常吧 就可能也算是我这个少见多怪了 从锦礼我跟老米坐那儿 其实这个喝杯茶嘛 啊我们俩人坐那喝杯茶就是200多 啊这个反正我是感觉有点贵啊 因为这总共就我们俩人 这要去四个人五个人的啊 啊那那钱钱就那个更多了 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人家那锦礼吗 在景区里边你这喝杯茶花个那个 200300的啊 那个别的地方就都没去了 什么看美女的我都长成这样了 还看什么美女啊 咱们这个是挺贵啊 反正我认为挺贵就是我跟老米坐那就我们俩人啊 喝杯茶就喝了200多 这个反正我总感觉是这个挺贵的 反正就大概就这一圈吧 是吧啊 这个我由于这个半个月没直播啊 啊那半个月没发视频 我然后上周也没直播 今天人也不会多啊 咱们今天就开讲 今天呢先啊 讲点我平时从来都不讲的 那因为我一般都不讲外国的历史啊 啊这个也不是我强项 先讲一段 欧洲的小历史小事 咱们从小事上去看大事 没有 他是这样 我呀 总在这个直播或者录视频的镜头下 看我自己 虽然咱没说什么开美言那条啊 这大的没有 但是他的玩意一开吧 自己他就带点这个瘦脸啥的 你开了他就有 我总从这上面看我自己吧 我就感觉我还行 你知道吧 啊就是没碰到就是那个上不来气的程度 啊就但是我这回出现 我这回出现这个这不是又录像又照相的吗 我自己看我自己实在太胖了 实在太胖了 就是我是被这个直播镜头给骗了 啊 就是 呃 这次回来也是准备在日当的时候能这个剪一剪就剪一剪啊 对 啊 我先讲一段欧洲的小历史啊 这一段出自一本书叫仓管 一部横化两千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 啊 你看这个书名那是完全没意思啊 你讲讲讲那个欧洲吃啥 那你这这有啥意思 但是这里边啊 我们能看出一个大问题啊 啊 先说一下这个这个咖啡啊 咖啡传入欧洲啊 是16世纪末 啊 从这个16世纪末以后的几十年里 我们在维也纳呀 威尼斯啊 马赛呀 巴黎呀 啊 这些这个史料里都发现了有关咖啡的书面记录 啊 16世纪末以后 在欧洲就能发现关于咖啡的记录了 历史上第一家咖啡馆啊 是1652年在英国牛津开的啊 就有咖啡馆了 同年在距离牛津不算远的伦敦 也开了伦敦的 这个第一家这个咖啡馆啊 这个位于康西尔大街圣迈克尔教堂对面的小巷里 啊 这个这个咖啡馆的起源是一名叫丹尼尔爱德华兹的这个商人 他访这个市尔大就是土耳其的一个港口城市的时候啊 喝喝到了这个咖啡啊 他就挺开心 说这玩意呢 就挺好 就在当地请了一名叫帕斯夸罗赛的男子 就说我雇人你上我家你给我煮咖啡一下 由于这个罗赛啊 煮咖啡太好喝了 这个爱德华兹的朋友们就说得了 那我们就都上你家去喝去喝咖啡去吧 我们该掏钱还就是这个掏钱 你这咖啡也不是白来的 人也是顾的 是吧 啊 滩家就成了这个咖啡馆啊 于是啊 他就让他这个仆人和他的女婿就真的在康希尔 这个康希尔大街开了一家咖啡馆啊 没迟到几分钟 十几分钟 啊 想讲的就是正经东西还全没讲到 这就是英国伦敦的第一家 这个咖啡馆 你别认为我讲的咖啡馆没意思啊 这事里边挺有意思 这家咖啡馆的这个 由于他是开在一六几几年 离现在 离现在比较近啊 他的很多宣传广告啊 这都被存下 就全被存下来了 我们今天还能看出来了 啊 存于这个大英博物馆 他这个广告里啊 就介绍咖啡的起源 烹饪这个烹调的方式与优点 啊 说这个能帮助人管你这个什么广告法呀 虚假宣传呢 也全没有 今天我讲一段外国历史 这是有用的 朋友们你老听我直播的 你都知道啊 我从来不讲故事 没有说我今天给大伙讲一故事啊 啊 咱们上 我讲这个事是有用的 从一段欧洲的历史开始讲 我是轻易不讲外国历史的 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强项 是吧 因为当时啊也没有广告监管部门 也没有什么就是什么广告法呀 所以说你就是随便就是这个瞎喷 他的广告里就说说这咖啡呀 不热气腾腾吗 你把这个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脸下边熏你 能能缓解眼部疲劳 还能预防这个肺劳 缓解咳嗽 治水肿 痛风 患血病 抵抗风寒 炎年易寿 改善儿童 淋巴结石 是吧 这是一顿胡喷 啊 说这个土耳其人为啥白呀 喝咖啡喝的 还能有效的预防孕妇流产 这就是 这个胡说八道吧 但是 这个咖啡馆啊 开了之后 生意这是 这个蒸蒸 日上啊 生意全不错 可惜的是 这家咖啡馆呢 后来就毁于 1666年的伦敦大火 啊 这个 这家咖啡馆毁了之后 牛津金地区的第二家咖啡馆是1664年开的 第三家是1665年开的 这第三家咖啡馆的经营者呢 是药剂师啊 亚瑟蒂尔雅德 亚瑟蒂尔雅德 这个亚瑟蒂尔雅德呢 为啥 你一个做要的 你开什么 这个咖啡馆啊 啊 他是在牛津大学保皇派的鼓励下开的 啊 这些保皇派啊 就是学生啊 就是支持他 就你 你看啊 1649年英俄国王查理一世啊 在内战中被处决 这个 科伦维尔掌掌掌掌握国家政权 建立英吉利共和国 啊 这些拥护君主的牛津学者学生们呢 认为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啊 说我们得有个聚会的地方 咱自己人开个咖啡馆啊 啊 你既然是药剂师 你你连药你都能整 一个咖啡 那肯定就是那个难不倒你啊 所以说是这帮人鼓动他开的咖啡馆 啊 然后 这些人在那个地方 这个 保皇党 在咖啡馆里 喝咖啡 讨论 这些问题啊 君主制复辟啊 声音就是越来越火爆 这个 在这个时候啊 这咖啡馆的声音就火了 整个 伦敦呢 哪一阵全国呀 就是雨后春笋一样 啪啪啪就全开 啊 伦敦人啊 认为 这个最佳的这个 社交的场地 就是咖啡馆 然后这个咖啡馆啊 由于这个开办者的 这个不同政见 就吸引着不同政见的人 去喝咖啡 啊 这个打个比方说 这个辉格党啊 喜欢光临啊 查理查德 咖啡馆 托利党呢 就去这个 奥金达 咖啡馆 啊 在这个时期 咖啡馆 又成了一个表达自由的 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各个 这个 各个党派 各种意见 我们都有地方说 啊 都有我们自己的 这个咖啡馆 这个咖啡馆呢 很快又成了人们 获取这个见闻的地方 啊 对不同政见的人 去不同政见的咖啡馆 人们在这个地方 获取新闻 啊 这个记者们也全来 上这交流 这个咱们怎么写稿啊 啊 这些咖啡馆的老板 为了吸引 这吸引这个客户 就是你们不乐意聊新闻吗 我咋能吸引你们呢 哎 我这个咖啡馆 自个印刊物 自个印这个报纸 以吸引你们 上我这看我的刊物 看我的这个报纸 甚至伦敦面包街 有一个咖啡馆的老板 为了生意能更好 就是我咋能比别人都好呢 他就私下买通了一个 医院的这个办事员 今天议会都说啥了 你全告诉我 我都写下来 谁上我咖啡馆去喝下 你们就能知道 今天议会都说上啊 最新的政治动向 在牛津呢 由于这个咖啡馆的 这个新闻价值越来越高 就是你所有人都可以在咖啡馆 获得你想听到的这个新闻 许多老板呢 已经开始收入厂费了 一便室 就是你进我这屋里 不能白进来 你得买个门庙 所以说在当时 这个咖啡馆又被称为便室大学 啊 这个常客们就开始在咖啡馆 写作 然后这个把收信的地方也定在了这个咖啡馆 因为对这个邮递员来说 你写上 我的我的收信地址是某个咖啡馆 远比你写门牌号强多了 我住在哪个胡同 哪个楼几楼 也就邮递员也不好找 所以说就都去了啊 咖啡馆成为了地标 成为了邮局 成为了学习中心 成为了新闻中心 甚至成为了政治中心 啊 这个你这么干 那人家国家的税官呢 也自然就能盯上你这个咖啡馆 啊 这个1660年 这个美加伦的咖啡 连生产在你喝了 这个老板需要向国王缴纳 四便室的税金 啊 但是 啊 这回就说到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欧洲的一个小历史小问题了 啊 就是前面咱们齐了哭齿 说了这么多 很多朋友都不爱听 讲上咖啡的啥话 哪挨哪啊 在这个时候啊 查理二世 这个国王对咖啡馆就产生了疑虑 产生了戒性 皇帝啊 你无论他是在法上 是在法下 你无论他是咋的 啊 你们聚在一起谈论政治 我都是害怕的 你们想干啥啊 你们想干啥 这个君主刚刚复辟 他对这些人的这个讨论呢 和新闻的传播啊 出版呢 聚会啊 就十分烦恼 十分害怕 啊 这个 是不是威胁到我呀 于是查理二世 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就找到了 鼎立拥护他的大法官啊 克拉伦登伯爵 因为你在英国 你这个国王 你是没人大权利的 他得找到大法官啊 才说了二十多分钟 这个 要封禁这些 咖啡馆 就说不能让他们在里边传播这些政治的事 啊 这个是危害到我了 疯了 这个大法官跟这个国王是一伙的 他俩好啊 这大法官就出来宣布怒斥 说这个咖啡馆把最恶劣的罪名 扣在了政府头上 就说你这咖啡馆太坏了 啊 成天传播我们对政府不利 对国王不利 成天你们瞎白头 制造这个谣言啊 你是诽谤我们那政府 诽谤我们国王 最恶劣 最恶劣的这个罪名 这个大法官 这个建议啊 每个咖啡馆 这个派出人家 监视这些人到底说啥啊 这个还有极端的保皇党人 也被任命为这个报社检察官 要搜这个区域 你们不总出报纸吗 你连咖啡馆的老板你都能出报纸的 那我得查一下 我看你们到底说的是啥 只要发现有问题 他们就直接闯入咖啡馆 理由是咖啡馆 酿造了煽动性的言论与行为 朋友们上次有一次啊 有一个朋友就是问我 说把咱们中国的历史啊 放在世界的历史里啊 有没有参考价值啊 咋的呀 我说咱们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完全是两回事 也没啥参考价值 是吧 那个就是这个 但是无论你在哪 你这个 皇帝啊 他都是最在意屁股底下的 这个椅子的 椅子的 我这个是厅 他没有空调啊 我要是进屋去直播呢 我这个路由还从厅 这个信号会不好啊 这个等特朗天再热点 我们这个 我再 我再 想想办法啊 这个 1672年 宣布 禁止传播 引起 国王良好子民 内心猜忌与不满的虚假新闻 啊 就是 你让我们国王的良好子民 对国王产生了猜忌与不满 这就是虚假新闻 啊 这要禁止 1675年 查理二世 要取替所有咖啡馆 他在12月29日 颁布了咖啡馆 封禁公告 内容如下 他是这么说的 很显然 本国近年出现了许多咖啡馆 并且还在持续经营 啊 这产生了非常恶劣与危险的影响 人们以聚会为由 在这些场所 设计并散播虚假恶意诽谤性的 这个报道 以此重伤国王的政府 扰乱国家的和平与安宁 啊 现在国王认为 必须镇压并取缔这些咖啡馆 在结尾 这个 这个国王写 上帝 帮帮国王吧 这个前置言论呢 对言论的前置 是这些皇帝 所有皇帝 每一个皇帝都想干这事 虽然他这个皇帝 没有的大权利 所以说他在他的这个公告里写 上帝帮帮国王吧 啊 没有的 没有那么大权利 但是其实他也想 就是我 我 我想听啥 你就说啥 我不想听的 谁都不许说 啊 这个官方的读书 伦敦现报啊 就发了这则公告 这则公告 发出去之后 就明显的看到了 中国和欧洲 天壤之别 啊 天壤之别 在这个时候 中国处在 这个顺治十几年 啊 具体是十几年 到我就 那个记不住了 无所谓了 啊 明末清楚 在那个时候 你都别说要封你一个咖啡馆 啊 就是 让你一家死绝 一成死绝 都不是问题 啊 都不是问题 但是 这个查理二世 发布出来了 啊 发布出来 引起了轰动 啊 引起了 巨大的轰动 啊 这个政府啊 宣布 这个咖啡厅经营许可 被作废 啊 人们 甚至都不能在自己家里煮咖啡 啊 如果不遵守法令 将面临最严厉的惩罚 但是 这个 贵族们就先站出来了 拉尔夫 弗尼爵士就表示 作为英国人咖啡馆 啊 的常识 与偶尔光顾咖啡馆的国会议员 都无法长期忍受 禁止聚会的日子 我认为 只要他们没有触犯法律 聚会应该持续 持续进行 说国王你实施这种 啊 无谓的新命令啊 会让国王您失去民心 咖啡馆的老板也苦不开眼 这个公告发出去第七天 咖啡馆的老板们联合起来 找国王请愿 他们组成了这个代表团 说我们 为了开这个咖啡馆 我们修了房子 我们雇了员工 我们进了物料 您如果说全给我们进了 那我们这些钱乍班呢 啊 全白花了 钱全完了 贵族的反对 和商人的反对 国王这条禁令 他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国王再次书名院召开会议 说这个 我一说这个全反对 咋办呢 延缓六个月 执行 延缓六个月 也就是说 这个国王想禁止掉 咖啡馆的公告 刚刚发出去 十一天 举国大华 所有人全反对 国王硬生生的 把这个发出去的公告 吞回去了 啊 吞回去了 他没办法 虽然他从未放弃 他一直想 弄这个咖啡馆 就你不能从里边说我 这个坏话 但是 咖啡馆从来没有停业过 任何一天 任何人没人搭理你 你就是那个乐意 乐意发啥就发啥 我们该开还开 所以说呢 咱们朋友的脑袋里啊 读咱们的历史 咱们网上这些讲历史的 我可以这说 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 一张嘴 贵族最坏 商人最坏 文臣最坏 他代表了这个江南资本家的利益 财阀的利益 他当我们皇帝 影响我们皇帝 那个收钱了 当我们皇帝大势了 这就是所谓的 咱们这些讲历史的人 他不明白最严重的问题 来源于皇帝 查理二世 不想让人们说话 你在咖啡馆里白呼我 你喷我 那就不行 但是在 王在法下 他不是法家秦治的 这个帝王 他一说贵族反对 商人反对 他就没办法 他就没办法 人们就得以在咖啡馆里 继续说话 我继续喷命 这个在咱们这 是不可想象的 不只是皇帝 不允许 甚至咱们老百姓 都不允许 咱们自己插罐里头写 莫谈国事 不许说 所以说在 数千年之后 在数千年之后 咱们这些讲历史的人 往这一坐 这个文 文臣最坏 他们就代表了 商人的利益 他们当我皇帝 这家伙 就是皇帝最好 咱们这就是 所有权力都归皇帝 才好 你谁敢抗争 你都是王插蛋 全是这个最坏 明朝就坏在你们 这些文人的手里了 你们总站出来说呀 你们这是 当我皇帝这样 如果这种思维 一直在 如果你这种思维 改不了 就是皇权最好 有皇帝最好 我们皇帝 大权在握 咱们以前 那个名粉 那个头 考大旗 那一把 那个 光光 说我们朱元璋 为什么伟大 我们朱元璋 临死之前 还是大权在握 我们 千古一帝 因为我们大权在握 我们 我们的大权 没旁落 如果你脑袋里 一直是这个思维的话 你就应该当奴才 你就应该当奴才 就应该 就是做这个臣民 应该跪着 应该有个皇上 就应该派一个皇上 去参加 管着承天 拿鞭着抽 所以说这个思维 必须得摒弃 咱们 辛亥革命 推翻了帝制 咱们没有皇帝了 皇帝都死了 不要皇帝 对吧 你说这一个皇帝 一声令下 全国死伤无数 你是这个事好啊 还是像人家这个皇帝 想封个卡 想封个咖啡馆 都封不了 那你说哪个好啊 哪个好啊 天下是人人之天下 他不是一人之天下 是吧 这个下一任皇帝 下一任皇帝 这个詹姆斯二世啊 也认为这个咖啡馆 这个不应该要 这帮人从咖啡馆里 就喷我 他也想着 那说这个 你们咖啡馆的这些老板呢 得给我写一个保证书 啊 保证不能让非法出版物 在咖啡馆里流动 你写了这个保证书 我才能 这个颁发 我这个出息了十几天 这个视频课呀 就没更新 啊 这个 会接着路的 这是一级都不太差的 我肯定是会说完的 说你要是 给我写个保证书 非法出版物 你们就是不登录 我才能让你咖啡馆营业 啊 但是这个詹姆斯二世啊 这也是不得人心 你连我们咖啡馆都管 连我们出版物都管 也没人搭理他 所以说他被推翻之后 这个继任者威廉呢 玛丽呀 这些国王啊 就彻底放弃了 就不再刁难咖啡馆了 就是 说去吧 你那乐意喷喷吧 你那乐意骂我 乐意骂我 你就骂吧 是吧 咱们那儿啊 这个我在课里讲清的文字语的时候 哪个字写的不行 让人家抓住了 就往死里弄你 人家这儿就是两代国王 想对付一个喷我的咖啡馆 对付不了 咱们有一个主播 咱们有一个主播就说 说正因为是我们制度优越 我们大一统 我们皇权 皇帝把权力抓在手里 压制了资本 打压了商人 我们才没有产生资本家 我们这个制度最优越 我们这个皇帝最好 这个大一统 这个就是为啥说我们呢 这个国家呀 在近代 在走向现代化的这个路途上 一路磕磕磕磕磕磕磕 一路磕磕磕磕 太难了 就是这个高层啊 这清廷啊 这个这大明朝 这是一方面 一方面 在走向近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民间呢 民间这个顽固的反商排外 这个愚昧的思想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阻力 人家之所以有商人的存在 有贵族的存在 有和王权可以抗衡的力量的存在 才没有办法让王权做大 才没有咱们这种什么这个历史轮回的周期律 他反而认为 咱们这皇帝大权在握 这太好了 压制了资本 打跑了伤人 这个 英国的咖啡馆 经过两刃 国王想弄的 不是说人家呀 人家的国王多好啊 我心灵纯洁 我说都不是都是人 你看着那喷我都不乐意 都想弄死 你都别喷我 都是这回事 但是由于人家的这种制度 就让他的国王没有办法为所欲为 而咱们这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我一句话 抄家灭门 这个时候 这个又发生了一件 在英国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 这个男人们呢 可以将 这个国王拒之门外 我们去抗议 我们去提议件 可以让国王撤回法令 可以和国王去打 可以不搭的国王 发的命令 但是这个男人们呢 他处理不了自己家的媳妇 你 你对外 你跟这个国王 这个 这个咋横 你家媳妇 不乐意 这个男人们都跑去咖啡厅喝 都喷去了 你就像咱们去 这个一坐那 你说这事 我 我说那事 这个聊的乐 都这个不回家呀 所以说 伦敦的女性们 在1674年 联合制作了一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 在 这个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 苏丹王妃咖啡馆 公开 这个 就是发出来了 啊 引起一片 这个大话 这个女性们 在这个小册子上 写着什么呢 妇女对咖啡的控诉状 啊 说你这个 这些咖啡呀 啊 让我们的丈夫 就变成了同性恋 说他已经 他都不稀罕女的了 啊 成天就上咖啡馆 找你帮 老爷们 那个去聊一下 说是 让我们丈夫 都变成了 这个同性恋 这个 说 说这些男 这些英国的男人们呢 像泥潭里的青蛙 啊 说喝着浑水 发着无意义的蛙名声 说在咖啡馆里 他们超过了女人 善于这个嚼舌根 说他都上咖啡馆里喷去 喷 平时都说这个 这个妇女啊 就乐意传闲话啊 这个嚼舌根 说我们的丈夫 现在 这这这 就是全去那喷去了 啊 说他们还把家里的钱 都花在了咖啡馆 我们家庭拮据 只能给孩子吃点面包 说这个 这个他们只是成天讨论 这个国家的大事小情 甚至他们还展开激烈的这个辩论 去辩论红海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啊 这 这个啊 妇女们还说 说这个咖啡馆啊 啊 说这个也许是一个能让人头脑清醒的地方 可是我们这些男人们呢 酒喝多了啊 就摇摇摇晃的跑去咖啡馆 整杯咖啡 给自己清醒清醒 然后继续 这个去 继续 这个去喝酒 等到他们回到床上的时候 就像威斯特伐利亚的猪一样 这个打着呼噜 啊 这是女性们啊 这个写的啊 这个伦敦的男士们阅读了这个 这个小册子之后啊 就回了一封信 关于妇女对咖啡的控诉 男人应如是说啊 反驳啊 但是这一段历史啊 这一段历史在历史学者看来 这个不是 这个女性啊 可以写出来的 其中有攻击性的言论呢 有比较专业的这个写的手法 历史学者认为啊 这是 应该是国王派出人来写的 是国王派出人来 利用女性的口吻来写 挑动群众 这个斗群众 想让咖啡馆没落 你就看看 这个英国的国王已经逼到耍这个小手段了 就是我们 我为了你们不在咖啡馆里喷我 我下的命令你也没人听 我找大法官也就啥都不行 咋办 我派出御用文人 以英国伦敦女性的口吻 写反对你们男人去咖啡馆 这就体现出他们的这个王权之无助 就是这种王权呢 和咱们法家秦治 这个就我经常讲法家秦治嘛 和咱们这个东西一比 那可真就是啥都不是 他都已经用到这招了 你说他还能是啥呀 是吧 这个 非法出版物 非法的新闻报刊 在伦敦一直存在 咖啡馆的数量一直在增长 到1700年呢 伦敦的咖啡馆和人口比例 居然就达到了一比一千 就是一千人就有一个咖啡馆 你说这家得开 这得开这个多少家 是吧 人们在里边啊 就是尽情的喷 这个咖啡馆的数量啊 和今天纽约的 这个咖啡馆和人口的比例啊 是超过了40倍 也就是说纽约4万人才有一个咖啡馆 当时的英国伦敦一千人一个 这个到了18世纪末 伦敦的咖啡馆这个数量啊 就明显的减少了 但是这个减少的原因呢 不是国王 就不是你这个国王 你们那个不许喷我 你们不许造谣 跟那个都没关系 英国咖啡馆减少的主要原因 是英国得到了来自东方的茶也 就是说英国的咖啡馆最终走向没落的原因 是商业原因 就是我们的茶过去了 啊 茶过去了以后的 人们就有选择了 对不对啊 就未见得非得喝你那个咖啡 啊 这就是说我先讲一段欧洲的历史 让朋友们呢 就是说你那个成天听我讲 这个法家秦治啊 王权主义啊 啊 咱们了解一下 啊 这个 这个为啥说 我说咱们的历史放到眼前那 没啥参考价值 啊 没啥参考价值 它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 啊 你说人家那也有说皇帝这个坏话的啊 人家那皇上也想弄一下 他弄不了啊 弄不了 右下角小雪花 我的课啊 这个课是我的百姓简史被出版局枪毙的那本书 这个课啊 应该是在六十多集 就我心里是没谱的 但是现在估计啊 六十多集 啊 录了四十多集 啊 停了 停更了这么十几天吧 因为我出去玩去了 明后天开始 我还得 这个 接着录 呃 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对您生活 如果不会产生 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话 啊 这个 推荐您 听一下啊 推荐您听一下 完了这个 是 也是这个 对我的一个支持吧 是吧 啊 接着 咱们讲欧洲 讲完了 咱们接着讲咱们这 啊 啊 下边讲咱们那是两大段 这一段呢 这个 也允许我偷点懒啊 因为每次啊 我都弄一万两千次的稿嘛 这个 这回回来啊 有点这个感冒啊 完了 还 发啥 我就玩一下 我是录了点视频 发那一段 那是我从丽江啊 花了五百块钱 雇了人家一个 摄影的啊 替我拍照片 我穿那个 那个古装 那个 发出来了 十几万流量 又咱平台 又是给我这个 限流了 哎 我就纳闷 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就穿个古装 拍个那个 反正 就是 就是咋都限 就是我发东西 咋都限 啊 就咋 咋都不行 啊 就是我 你就是 一到我这就全完 啊 你就是 我一句话 全没说 那这也不行 他那个吧 是咋的 你上房得掏三十块钱 那不是说你说上就上去的 你得给人家那民宿掏三十块钱 你才能上去 他那个上边啊 是先搭了个台 然后他那个房顶啊 他也不是真瓦 他是水泥那个房顶 搭点那个瓦片 特意让你照相的 你掏三十块钱 上个冰邦 啪一顿就下来了 啊 他 他 他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 他从网上骗你 就说你从那 你去 那个 那个 呃 那个上房去照相 一百 啊 但是其实你 你真到那了 就三十块钱 啊 我就那个 上去照 那衣服是我自己的 啊 我就是 唉 都别提了 啊 两大段啊 这小段呢 出自朝共战争与贸易 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啊 作者是袁灿兴 我呀 在讲的时候 这个东西出自哪 要不是我写的 哪本史书 哪本书我全会说的 啊 我全会就是 和大家说一下 啊 孔上任的桃花扇 孔上任的桃花扇 在偏末 有这么几句 俺曾见 金陵玉殿 鹰体小 秦怀水泻 花开走 谁知道容易兵修 眼看他起猪楼 眼看他 验兵客 眼看他 楼他了 啊 这个 就是我在今天 预告里 讲的 啊 这个每隔 几十年啊 咱们就是一个 大型的农民旗 每隔二三百年 啊 就是 王朝 王朝 这个 耕辟 就是 烈性的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大动荡 啊 在我最小时候 我认为 全世界 全世界 就是 溯元明清啊 一个朝代 接一个朝代啊 这家 天下 这个 天下 人口减半 啊 我小时候认为 全世界 全这样 其实 完全不是这样 啊 只有咱是这样 啊 全世界 只有咱是这样 就是你翻开史书 天下 人口减半 天下 人口减半 人相识啊 人相识 就是 只有咱 我经常 说一个 说咱们 中国人民 勤劳 善良 有忍耐力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有人说 什么 勤劳 这是真的 咱们 中国人 只要 还有一线 生机 就是 你还能给我 留一个缝 我 但凡 还能 吃口饭 我饿不死 我还能 活着 我不会 起来 烦的 但是 一旦 连这条缝 都没了 就是 真是 顶不住了 那将会 就是 发生 极为 惨烈的 这个社会 大动荡 其破坏力 是十分 惊人的 啊 这个 这个破坏力 基本上 就是天下 人口减半 啊 这个 这种 周期 兴亡率 不断 轮回啊 是我们 中国 古代社会 跳不过去的宿命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而导致 这个 新亡率 不断上演的 农民起义 就为啥 我他们 总起义 总政干呢 啊 这个 有来 这个 我们 数千年 农业 这个 社会中的 自然因素 和社会因素 咱们 咱们经常啊 把一个 王朝的 兴亡 或者把一个 大的历史事件 归于一件 小事 归于一个 小人物 啊 咱们晚上 这些 这个讲历史 经常 他就正干 明朝 王于 没有钱 明朝 王于 东林党 明朝 王于 你们这些 这个读书人 你们瞎说 明朝 王于 这个 冰河 日期 气候不好 历史 是复杂的 咱们 法家 秦治 这个帝国 就一直 在遮柄 那 哪是说 把这个 大历史 归于 这么一件 小事 那是不对的 这个 自然因素 和社会因素 就是 自然因素 水旱灾害 这个 地震 社会因素 太多了 你比如讲 这个法家 秦治 我就查你身 抽血 用这个 官僚集团 土地兼并 税赋 人口增加 太多事了 没有任何 和一个朝代的 灭亡 是因为 哪一件事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先说 自然灾害 这个 这个 邓拓先生啊 做了一个研究 他写 这个 中国 旧荒史 邓拓先生 查史书啊 查我们 三千年的史书 一查 这三千年史书上 有史可考的 自然灾害 就是在史书上 能考到的 五千六百多起 三千年 五千六百多起 差不多 一年俩 这个 咱们 这块土地上啊 是多灾多难 多灾多难 这个 我在 这个 我在 我这本书上 就写着一段 结果 这个 出版局 审核 说你这个 通过史书 查的这个 数字 啊 说我国 多灾多难 这就不对 全世界都这样 啊 说这个 咱们的史书啊 这个 善于 记录 这个 这个灾难 啊 你就说 这个 这个 我们 这个多灾多难 这就不对 哎 就是现在 我们的 气量 难道 连史书中 记载的 自然灾害 都不许说了吗 就是我们 三千年 五千六百 多起 这个自然灾害 我说我多灾 多难 就是我们的 气量 已经连 这个都不许说了吗 都不许往 书里写了吗 那邓拓 先生的 中国 旧黄史 那是 那个 一九四几年 一九五几年 那就出版的东西 那就出版的东西 我也用 邓拓先生的 这个说法 出版局 居然说 你这太偏激了 太偏激了 那我史书 就在写的 我 我就是偏什么激 就是连天灾 都不许写了 啊 这个 没办法 啊 周期性的 黄河泛滥了 黄河改道了 啊 和整个这个华北平原的干旱 一直是中国古代面临的这个自然威胁 这个是谁都不能回避的啊 这个 到一九一一年 中华民国成立前的 两千一百多年啊 水灾就是一千六百二十一次 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啊 这个 这个 就水灾这两项 平均一年是一点四二三次 就这俩 水灾这俩一年就是一点四几次 年年有 啊 面对着 这个 这个洪水啊 面对着这个旱灾啊 人们团结起来 去抵抗自然灾害 寻求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 但是 啊 这个 人们呢 无法去面对强大的自然之力 其对抗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再加上我以前讲的这个法家秦制啊 把老百姓抽血抽的叫家无隔夜之量 明概险藏 咱们古代农民呢 是大面积 常年贫困 我家里没有积蓄 我没有办法对抗水旱灾害 啊 你说我这个 这个就是 家里存粮多 你愿意发水就发水 愿意汗就汗 那我吃我存粮 没有 没有 是吧 那么 自然灾害 就会导致百姓背景离乡 陷于贫困 再加上法家秦制帝国 对你是没有义务的 他是不会承担义务的 我上次直播就讲过 宋朝一发生灾害了 头一件事劝捐 恨不得 就是把你这个当地的富人 就是全干掉 把你们的粮食分落 朝廷是很少拿出东西的 我上回说过一回 宋代啊 一次这个赈灾 从民间搜刮来的这个粮食 都是朝廷发放的16倍 朝廷是不出钱的 朝廷不出钱给你们赈灾 就会造成大量的流民 那么流民汇集到一起 那就是农民起义吧 那就是起义这个运动吧 唐代的皇朝 元代的红金 明代的李自成 这些起义 起义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中坚力量 都是自然灾害 所引发的流民组成的 你不是全是吗 全是啊 咱们你不要认为 法家秦治帝国 有福利制度 没有 我上回讲那个 易苍了吗 就是法家秦治帝国的 福利制度 哪怕是有一个 也会变成抽血的汲取工具 也是抽底血 他把他抽 福利制度都会变成 汲取你的工具 明末呀 那更是灾 这个自然灾害贫乏 万历到崇祯 这个70年中 有自然灾害的年 是63年 70年 有63年 是灾年 那我就 引用这个邓拓先生 说3000年 这个这个这个 5600多次 这个自然灾害 咱们出版局 还不乐意呢 你这个 你这个不公平 其中 水灾就是26次 旱灾21次 黄灾11次 饥荒36次 瘟疫还闹了两次 啊 崇祯三年到崇祯五年 河南遭遇旱灾 此后是连年饥荒 啊 十 崇祯十三年 又是百年未有之其荒 就连这个 速称富足啊 这个风调雨润的江南 在明末也昭灾 崇祯十三年啊 江南各地发生灾荒 前后持续三年 这个 灾荒水旱瘟疫 这个病情啊 整个江南遭受严重打击 各地流民流民这个 这个遍地 地方啊 在这种情况下 就期待着 你朝廷啊 得出台 这个 安抚百姓的政策 咱们现在很多朋友 我发来就讲过了 他总要啊 把一个王朝的灭亡啊 就是放在一件事身上 放在一件事身上 小冰河时期 文汇最坏 你们是资本的代言人 小冰河时期 你镇绩灾民啊 法家秦治帝国 是不会这样的 这个时候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明朝廷啊 正好还陷于内战 啊 这个反而加重争脸 就是你不 你不招灾了吗 我不但不镇计你 你还 你还得给我掏钱 导致江南民众 大量逃亡 实事九空 啊 这个 马茂财呀 就描述这个 明末 这个苦难 说自崇祯元年 一年无语 草木交枯 八九月间 民征采山间 蓬草而食 其力泪康疲 其味苦而色 食之尽可 言以不死 就上山里采 采彭草吃 这苦啊 就说你吃这碗 仅能让你不死而已 至十月 这个彭草也进了 也吃没了 剥树皮吃 啊 这个 杂以这个 其他树皮 而食 亦可 稍缓其死 到年底 树皮又尽 又掘山中 石块吃 这个石头啊 名叫夜清 为心而腻 少食则饱 不树日 则腹 腹杖 下坠而死 一开始吃草 没吃俩月 草吃没了 吃树皮 树皮吃没了 吃石头 磨成粉 吃点是薄了 但是你拉不出去 你排泄不出去 最后就胀死了 啊 这个 哎 有不甘于吃石头死的 那就是相聚为道 四处强掠 以求生存 啊 被官府抓到 也毫不畏死 扬言道 与其坐而积死 何若为道而死 由得为 饱死鬼也 就是老子不去抢 我就饿死了 与其这样 我就不如我抢去 啊 抢住了 我吃两口 你把我抓住 弄死我 我也是饱死鬼 你知道吗 啊 这个面对民变 饥荒啊 朝廷不救助 老百姓民变 而面对民变 大明官员 施味素餐 无所作为 陕西农民起 刚起的时候 陕西都育使 这个胡亭燕啊 居然仗打各县通报者 各县的人 就是跑他这的 说这 老爷大事不好啊 我们的农民起 民变了 我要出事的 一顿棒着 全打出去 满不在乎 此 鸡民 徐自定尔 他就乐的 你这 那腾几天 就没事了 那个 就是 这个全打出去 这就是法家 秦治 这个政权的问题 你究竟鸡民呢 你究竟啊 你知道他是鸡民 你管他呀 那 那绝不管 啊 这个 重真八年 农民军十三家 十八寨 三十六阳 七十二 七十二阳等 啊 汇聚河南 已有席卷天下之势 农民军起于陕西 横扫中原 席卷西南 威震 东南 最后 覆灭了明廷 是吧 然后啊 方才讲 咱们讲不这个 法家秦治帝国 他啊 跳不出轮回 他会遭遇的 头一个问题 就是自然灾害 啊 这个自然灾害里 还伴随着人祸 就是你法家 秦治帝国 从不救济 对你百姓 没有义务 这就是人祸 天灾 加人祸 这个流民四起 然后就是农民军四起 然后就是这个土地兼并 我们一直在讲土地兼并 啊 土地兼并 我就是我给大伙讲的和网上这些人讲的他不是一回事 啊 这个网上这些人讲的我们皇帝呀看不了啊 看不了豪强贵族兼并土地呀 打击豪强 这家伙我们这个皇上真好 这不是那回事 不是那回事 这个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分两种 啊 有一种是不可怕的 哪一种不可怕呢 就是我家辛辛苦苦的这个种地 要不坐在小马上吧 我咱俩钱 我买点地 这种不可怕 这种土地兼并不可怕 他做不大 这种土地兼并他做不大 咱们这个网上这些所谓讲历史听历史朋友他不懂 我以前讲过啊 这个满帖 就是后来日本的满帖诸事会社 到就是这个就是到咱们这个晚清啊 做个调查 就像这种自个家咱俩钱 我买点地这个吧 他做不大 由于这个家族啊 分啊 啊 这个家族扩散啊 分家呀 就各种原因吧 咱们这个国家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是 最严重的一种情况是什么 是权力 权力寻租而得到的土地 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 你说你一点点买地 你能买多少 但是你跟着我们 起兵 这个造反 把这王朝推翻了 啪叉 你上来了 分地你会分多少 这叫权力寻租 明朝给他宗室王 分封土地 这会分多少 太监们掌大权之后 我这个买土地 这会弄多少 可怕的是这个 可怕的是这个 不是说老百姓辛辛苦苦 我那个买点地 我攒点地 这个不可怕 是吧 这个 由于啊 我们这个古代啊 这个动乱频繁 只有土地啊 才叫不优水火 这个不优 不优这个 盗贼的财富之本 人家抢你来了 把你金子银子 罗马全抢走了 防着一把火烧了 哎 他地抢不走吧 没有地 你把我东西全抢了 明年一涨出来 我这哎 钱就又回来了 叫不优水火 不优这个盗贼啊 所以说呀 这个只要一当官啊 就就就开始这个 囤地啊 以前以前我讲过 这个吕不韦啊 他商人呢 啊 他把所有钱 投资到秦国的公子身上 我祝你回国呀 我祝你夺皇位呀 也别人说你傻吧 你一个做买卖的 你做你买卖 挣你钱呢 你这是咋的 把钱的就是 这个全给他了 啊 这这为啥呀 吕不韦说 你把种子 撒到地里种地 无非是十倍之力 我做买卖 我捣动珠宝 啊 无非是百倍之力 我只有投资这个权力 投资这个政治 我投资这个成了 哎 他回去 他当王了 我才能有用不完的钱财 啊 我才能有用不完的权力 啊 所以说 只有在权力的前提下 这种土地 兼并 才是最可怕的 明代的土地兼并之列 啊 在其他王朝之上 为啥 就是因为他 朱元璋设立的 这个 宗室藩王的这个制度 啊 这就是权力的分配 他那个藩王不是自个儿 一点点买的地啊 啊 他是依靠着皇权分下来的 万历年间 福王分封 啊 这一封 封了多少 河南山东 湖广 四万请 一个省都已经不够了 啊 四个省凑 给你凑四万请 要封福王 群臣力政 说你别趁干 我咋 全给他了不吗 群臣力政啊 方才减半 两万请吧 他这个地不是原始财富积累 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一张嘴就是四万请 两万请 这一种土地兼并才最可怕 西宗的时候啊 这个贵王 惠王 这个瑞王 啊 这三王 啊 这个 还有俩 这个 两个 这个公主 一分都是万请 你一万请 他一万请 他一万请 说心里话 这个国家总共有多少地 总共才有多少地 这些藩王以外 比如说这个魏忠贤 这一门赏赐 魏忠贤 这假的 你这地 那就更多了 啊 明中叶以后 这个各地啊 大规模土地兼并都是分封诸明宗室而造成的 所以咱们的朋友吧 总把这个矛头啊 这指的是完全错误 啊 豪强啊 最坏 资本最坏 地主最坏 他就看不到那个权力最坏 看不到权力掌控一切 唐真说 明末清诸的思想家 这个唐真说 说这个 土地啊 乃天下固有 有这个地球 他就有地啊 我们老百姓靠这地活着 这地不是你皇上坐着 说我这个 就今天我皇上这个创造一块地 没这事啊 你不生产土地 你只是争夺到了土地的所有权 然后你来收我们的税 为啥我说得多读点思想史啊 啊 多读点思想史 人家早就看明白了 咱们这些所谓 这个 这个 所谓这些讲历史的人 啊 一到今天 我们皇帝打击豪强 打击地主 我怕这个土地 这个兼并 我们家为了老百姓放屁 屁 土地兼并谁造成的 就是皇帝啊 我嘴 就是这一张四万请 这一张两万请 那边一人一万请 咋肩并的 这不就 就是真肩并的 你说你就是一个地主 我咱俩钱 我今天买两亩 明天买五亩 后个买十亩 你三个儿子 你死了三个儿子 一分家 你这地主也没了 这东西不可怕 不可怕 咱们就是 就是 最仇视的就是资本 啊 你们家 那个 居然 那个咱俩钱 你最坏 那个 那个就是皇上 你给我打击他 你把他钱 全抢走去 好 乐 好 一分钱都没分你 也乐 啊 就太高兴了 看不到问题之所在 这个 所谓的豪强啊 地主啊 买你的地 你还能不卖 但是分封 诸名宗室的地 谁敢说不给 谁敢说不给 谁又能制止 谁又能制止 所以说 这就是 我给你讲的 土地兼并 我给你讲的 土地兼并 啊 而不是说 网上这些人 讲的土地兼并 萧河 萧河买地 哪破买哪 买基尔瓜栏 刘邦就奇怪 就说 你这个 人家全买 这个好田 好地 你这是 全买 这个 萧河辣的 薄田 破地 咋是 萧河说 说我这要是我子孙 要是有本事 我给不给他留 留多少 好地破地 他都能吃上饭了 无所谓 我的 以后的 这个子孙 要是没本事 我给他买 多好的地 他都留不下 那反而是 给他招货 啥意思 我总在讲 为什么咱们 国家老话 叫富不过三代 为啥 正说 不是说 你家的子孙 就把钱 祸祸没了 不是这回事 而是你想保住 你家的产业 你必须要当官 咱们用留官集团 官僚集团 你当官 你们家就好了 起来了 一旦你不当官了 或者你这个死了 你的儿子孙子没当官 他守不住这份产业 咱们是历来不尊重 私有产权的 一句话 你攒几辈子的地 就全没了 为啥叫灭门的县令 咱们是不尊重 什么你财产的产权 做梦 呸呸呸 对 你保不住 所以说这叫 这叫这个富不过三代 是这个原因 对吧 然后 这个 自然灾害 土地兼并 姚毅 说服 我一直讲这个姚毅 说服 咱们这个 法家勤治 用这个官僚集团 统治这个国家 把这个权力的触角 伸向每一个人 这种统治的大问题是啥 就需要大量的人 去控制人 我咋能把你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呀 我咋能让你组 无法组成这个力量啊 我就管控你弄你 那我就需要大量的人 这大量的人 我咋活着 就得在你们身上抽血 养活这些人 所以说 支 这个支撑着咱们这种法家勤治 王权主义 帝国的必然是沉重的赋税和摇曳 必然沉重 不沉重 他没有办法支撑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 是吧 所以说 在地方发生水旱灾害的时候 朝廷是没有公路管理的 因为膨胀的人口 需要更多的官员 需要更高的管理费用 这些经费越来越多 咋办 那朝廷就越来越得增加你农民的赋税 假设 假设我们这个税负 最初朝廷所定的税负为A 但朝廷的支出不断增加 就得增加科捐杂税 这些科捐杂税 就是X 实际民众承担的就是A加X 就跟上回我 我上次直播就跟朋友们讲 说你一年交这个正税是10块 他打比方说你一年正税10块 科捐杂税是15块 好 这是用A加X 正税是A 科捐杂税是X 这个朝廷进行的税务改革 两税法一条边 这个 探定入补 把A加X 合起来 啊 两税法不就是吗 我把科捐杂税和税一合 叫两税 A加X X合起来 啊 然后在几年 以后 这A加A加X已经合起来了 这X卷堵重来 科捐杂税又卷堵重来 我重新再收一遍 啊 这就是法家秦制一直认为 是吧 农民的负担 在历次这个这个变法 历次税务改革之下 从未减少 啊 一直增加 就你听咱们这个历史上 诸多次这个变法呀 新政啊 改革呀 我没说吧 只有一次 就是范仲淹新政玩的一年 折了 这个不是以搜刮民财为目的 咱们两千多年的变法呀 只有这一次 不是为了搜刮你钱 其他的都是税上加税 一直正玩 万历46年 为应对辽东战事 明廷议定 除贵州外 每亩加征填税三里五毫 打仗啊 那个加钱吧 从你土地上将 对 范仲淹庆立新政 两千多年 不是为了搜刮你的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 那百日为新 他不是税务改革呀 他不是税务改革呀 结果加这三里五毫 烫两天不够 再加三里五毫 七里 七里 天启三年 加征流响 每亩九厘 崇祯二年 每亩九厘之外 再加流响三厘 我不是我正常给朝廷交税了 我交税呀 我一直交的 打仗 再找你要 朝廷的税不够 所以说呀 这个 咱们网 咱们这个网上 这些讲历史的 你们读书人最坏 我们这个皇上 要下去收矿税 商业税 你们不让收 你们那个代表的 资本家的利益 哎呀 就是人们脑袋里 如果你一直是这个思想 一直是这个思想 就是我们皇上 想干啥都对 你们谁阻挡我们皇上 你们就是罪回祸首 这个国家因为你们而亡 就这种人 他特别配 他特别配有一个皇上 弄的 他特别配 从那跪着 是吧 为了围剿 此起彼伏的各地民变 这个朝廷啊 就加 每亩加粮 六合 完了 又是这个 每弹 折这个八钱 又折成银子 以后又每亩加 一分四离九 啊 这加来 加来 加来 加去 加来 加去 重真十三年 朝廷 议定练兵 天下 田赋 再加一分 又增负 这增了一下 又得了七百三十多万两 除了田赋 各种加派 已经 到极限 啊 这个明代 这个明人呢 阿姨他 说今日享额 如帝母屯粮啊 这个 盐 克 火税 举无可 赋 增之 就是说皇上 已经把天下 所有的 就是 能加的 全加完了 就是说 就是皇上 如果您 如果您 再想加 往哪加呢 啊 他都奇怪 就是您 再加点 加哪呢 说 举无可 赋赃之额 就是满天下 我想不出来 您再能加的地方了 啊 就想 想不出来了 那 聊想啊 前后四次 加派了 六百 八十五万两 啊 脚想 啊 加派三百多万两 练想四百多万两 耳后又增了七百多万两 啊 这些钱 那 这些钱 那就只能在民间出 老百姓就得是一直出 一直出 一直出 啊 这个 增加税负 最终转嫁的 全是最底层的民众 这些钱 我方才说 一会儿六百万两 一会儿四百万两 一会儿七百万两 这个钱 在最底层的民众身上抽出来的 那么 这个 皇帝和百姓的关系 那就 势同水火 我经常讲嘛 这个官权呢 是皇权的延伸 我一讲 我说皇帝和百姓的关系 势同水火 马上就有人不乐意 你竟胡说 那皇上离百姓多远 那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皇上 他俩什么 那个什么势同 那个水火呀 你不瞎说吗 总有这样人 啊 官权是皇权的延伸 咱们有一句老话 叫官逼民反 官逼民反的 本来面目是啥 就是皇权和老百姓的利益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官逼民反 就是老百姓 我他插的就不忍你这皇上 我忍不了了 这叫官逼民反 为啥咱们这个成语里 没有商逼民反 没有地主逼民反 没有豪强逼民反 为啥都是官逼民反 就是皇帝逼的 就是皇权的问题 就是说 咱们这个网上这些讲历史的人 人永远都不知道 永远都不知道 破产的自耕农 吃不上饭的电动 被官逼民反 被官逼民反 那么社会就越来越动荡 不安 如此不休 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就是你朝廷 我一直在说 法家秦治帝 我对民间的汲取 是没有底线的 就不是说我今天收多少 就完事了 我会一直来 一直来 一直来到你挺不住了 就是你最后一口饭 全让我抽来了 那就循环吧 那就干吧 然后 咱们一直陷入循环的 另一个问题 就是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 这个我国古代的人口 绝大多数是穷人 这个基数 咱们这个国家的基数 就是老百姓 都是穷人 都是挣扎在生存线上 我能吃口饭就不错了 这几千年全是这样 咱们现在就太多人了 这就是 我经常说嘛 就是都把自己啊 当成那个 某朝某代的闲散亲王 这个 那个张嘴闭嘴 我家皇帝啊 张嘴闭嘴 江山社稷啊 哎 咱都是老百姓 放在 啥年代啊 咱都是百姓 那也不是你家皇帝 那江山社稷啊 也不是你家的江山社稷 咱们 咱们这些人呢 那也许你今天开着一个五十万的车呀 八十万的车呀 啊 也许你这个住着这个几百平的房子 但是咱们这些百姓啊 在这个数千年都靠天吃饭 好年价 可可得温饱啊 灾年就挣扎在死亡线上 啊 咱们这个 这生活状态之恶劣 生活状态之恶劣 就使得很多人们呢 愿意成立大家庭 用家庭啊 来对抗这个 自然和社会的 社会的这个变化 啊 劳动力多呀 我家就 这个兴许能多吃够饱饭 啊 南丁多呀 我家就兴许全都硬 啊 这个 所以说呢 这就是 用一句这个老话嘛 就是这个 越穷越生 是越生越穷嘛 啊 这个也是 咱们这个数千年 人口这个 生生不息的这个 一个原因吧 啊 这个 在天灾人祸之后 新王朝确立之后 只要天下一不达了 那咱们这个 中国古人的观念呢 是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就是说 你要是 不生几个儿子 这恐怕你就是这个 不忠 不孝的这个 这个 人了啊 你就成为了不忠不孝的人 呃 所以说 咱们这个人口啊 一直是 天下人口减半 然后再涨回来 啊 天下人口减半 然后再 然后再这个 然后再这个涨回来 是吧 这个 一直是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不了的情况下 又遭天灾 又遭人祸 法家 秦治 又抽血 嗯 那就反吧 啊 反了天下人口减半 能咬喉了 啊 这个 这个 人子少一半啊 那我的地又可以咬了 我就再稳定了 这个 二百年 三百年 啊 再到这地 咬不了了 又天灾 人祸 法家秦治 那个 那个 弄你 啊 完了 又崩了 天下人口 那个减半 啊 这个也是咱们一直在循环 啊 这个 我们呢 除了 这个循环 自相残杀 就是史书 翻一页 天下人口减半 史书 翻一页 天下人口减半 其实 我们 是有两条路 可以走 就是说 咱们为啥总这样 我能不能不这样啊 啊 其实是能不这样 啊 有两条路 可以走 头条路 就是对外扩张 啊 通过掠夺土地 来满足人口的需求 你不是天灾人货吗 你不 粮不够吃吗 你不土地 兼并吗 打去 你争夺更多土地啊 啊 对外扩张 其实这是一条路 但是 这条路是有条件 啊 这个 你的周边呢 要有充足的土地和资源 就说你 你打过去 他得是好地方啊 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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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能种地啊 啊 他得有资源呢 还有这个扩张者呀 自身要有足够的实力 否则你打过去了 这就成为自杀了 你打不过眼睛 啊 但是咱们这个中国呀 就不太适合对外扩张 啊 很多地方你出去了 要不就是大山 要不就是沙漠 啊 费金巴力的这个打出去了 都是惨剩 所以说咱们呢 对外扩张这条路啊 一直是实行不了 啊 不太合适 啊 打出去了 也是这个站不住 啊 二一条路是啥呀 二一条路 这就是 二一条路 这就是正路 二一条路 就是通过贸易 就是说你这个土地养人有限 你皇帝法家秦治 我一直只能把这个针管 插在老百姓的身上 往外抽血 你皇帝你不就要钱吗 你不就要资源吗 如果你有海外贸易 你有正常的贸易 你就有钱了 啊 你就可以抽了 老百姓不再靠土里跑 就跑一点玩了 你就可以抽了 通过海外贸易 使生产专业化 通过海外贸易 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 啊 比如说你有了大型的海外贸易 那么你的制造业 就起来了 你的商业也起来了 甚至你的银行业 都会得到发展 这个 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制度 啊 最终 如果咱们推行海外贸易 让它充分发展 必将导致一场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面变革 这个 这种变革呀 会带给人们全新的生活方式 使得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人民 在这种不断的轮回中 好 你好 就是天下人口减半 换个朝代 天下人口减半 换个朝代 从这个轮回中 挣脱出来 啊 这条 这条道路是大航海 发现之后 西方几乎所有国家 所经历的 道路 啊 这个 但是 可悲的是啥 可悲的是啥 是我们这个法家秦治 王权主义的这个大帝国 是不可能选择这条道路 是绝不可能 这个朋友说对了 我们反而玩了 这么多年重农轻伤 我们反而要闭关锁国 我们反而要海进 我们正相反的打压 压抑这条 这条这个道路的发展 因为法家秦治 这个王权主义帝国 自从有法家的那一天 就把经济型文化看作死敌 看作反叛力量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讲啊 法家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更战 就是重农轻伤 啊 那全做买卖去了 思想开阔了 那个 有眼界了 啥都有了 那谁替你皇上卖命啊 贪啥都懂了 那皇上说啥 他就没人听了 他都做买卖去了 敌人打过来 他架一辆马车 今天财宝庄 他跑了 你皇上咋办呢 啊 你就得用农民 农民朴实 他傻 他不认字 你皇上说啥事啊 农民不讲私意 啊 你皇上告诉他 你得为我去牺牲 为我去死 他就去了 农民种土安谦 守着这块地 人家别人打你皇上来了 他跑不了 因为他的财产 就这块地 他不得跑啊 农民是不跑的 他能替你守城 啊 所以说咱们 这个法家勤治 重农轻伤 就是贯彻了两千多年 以至于在清末 咱们反商排外 种种问题 皆源于此 咱们有没有机会 跳出这个轮回 其实是有的 方才有个朋友说 那我们宋朝的时候 和这个 这个海外 那个做生意 宋和元 咱们 还是包容开放的 啊 在宋和元的时候 啊 尤其是元 啊 元的时候 我经常说 这个汪大渊呢 在他的海国图治里 记录了一百三四十个国家 咱们和九十多个国家 有贸易往来 啊 如果那么发展 那么发展下去 咱们很有可能 啊 很有可能 就是 跳出这个轮回 就咱们也 也就是 这个变成一个商业帝国 但是 啊 但是 法家秦治 根深蒂固 他不是说呀 那我那我那我宋也出去 也去做买卖 我元也去做买卖去了 不是说你 这个做个几十年买卖呀 你就是商业帝国了 咱们这个法家秦治 根深蒂固 朱元璋建国 一把就拉回来 你下海打鱼都不行 啊 打鱼都不行 咱们就是又走回了 法家秦治的老路 所以说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 啊 他的这个 他的闭关锁国 就是 成了明清五六百年 一直延续的政策 啊 咱们一直在玩 就玩了五六百年 清末种种不堪 皆源于此 明粉呢 啊 明粉们 最爱把这个晚清这些事 拿出来呀 啊 哎 你看 你 你那个晚清 你是一个 那个就是丢人 那什么 你这 晚清确实很丢人 我一直在讲晚清 我有那么几场直播 一直在讲晚清 但是为什么晚清 我们会那样啊 啊 反商排外 从朝廷到知识分子 到民间 脑袋里边一团酱子 为啥呀 为啥呀 那不是说 那个清的两个皇上 撒个皇上造成的 啊 那个往禁说是自 朱元章史 这五六百年 闭关锁国的政策 造成了 不光人 无法流动 思想和知识 也无法流动 你在锁紧了 人的流动的同时 你也锁紧了思想 你也锁紧了这个国家的智商 你往远说 就不是朱元章的问题 那就是法家秦治 王权主义 我们这两千多年的问题 才造成了最后 这样啊 历代王朝 重农一商的根本原言 乃是 从商业发达中 所产生的变化 必然会终结 以皇权为中心的 王朝统治 一个发达的商业国家 是不会臣服在于 你法家秦治 这个王权主义的帝国之下 咱们的船 啪啪啪出海 全世界去溜的 我一个船主 五十艘船 六十艘船 我头底下 我那个雇了一万人 我出去这趟 挣了这么多钱 我啥都见过 如果咱们这个古老的帝国 变成了这样 如果变成了这样 那你这个法家秦治 你这皇帝 你是不可能存在的 你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也是自商鞅史 自商鞅史 这些年 我们必须打击商人的最根本原因 你商人起来了 皇权就完了 社会就彻底全变了 他会产生一个 从商业到政治的大变革 而我们网上这些 所谓讲历史的人 那恨商人 恨他 那富商应该弄他 弄死他 往死里弄他 好强 打死他 我们皇帝伟大 就是应该弄他们 是吧 就这些人 那就是看那个 看那个 故事会起家 他知道啥叫历史 他知道历史是咋回事 而采取 以农为本 重农一伤的政策 虽然从长久看来 王朝终究逃不掉 这个覆灭的命运 但是能延续几代 甚至十几代子孙 荣华富贵 都能当皇帝 而所有的不幸与苦难 则由这个王朝的 末代帝王来承受 我们讲这半点 先讲了一个欧洲的事 这个欧洲 英国的 国王 这大战咖啡馆 因为你咖啡馆 你们这帮人喷我 英国的国王 大战咖啡馆 结果呢 以英国的国王 惨败 而告终 咱们这的 法家秦制的 王权主义 我想弄你谁 就弄你谁 我弄死你 还咖啡馆做个屁 咱们这 王权高于一切 但是 就陷入了这个循环 周而复始 就是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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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了两千多年 这个是 讲到这 这个 再给自个儿 喊两声 今天这个惨痛 今天这个 人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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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小广告 右下角 小程序 还有我挂出来的 这是我的课 我这个课 其实就是我那本书 我写了一本百姓减水 这本书啊 通过出版局 审核 哎呀 这个 好朋友来了 我这个才说 这个 今天 人不少 这个 这个效果不好 这家就是给我 给我通辆车 这个 这个书啊 出版局给灭了 看不了了 看不了了 我就给他录成课 哎呀 老威 史官 好朋友 我就给他录成课 啊 这课呀 六十多集 我现在录了四十多集 其实按理说呀 应该是录完了 啊 应该是录完了 但是这帮玩去了 玩去了 就耽误了 啊 这个 四十多集 啊 这个 近期呀 我会尽量 这着急 把这个录完 这个 您呢 买了的 我就是这个 表示这个 感谢啊 这个钱 啊 对 我才回来 如果 这个钱数 不影响 您的这个生活 希望您支持一下 我认为这俩钱啊 您也不白花 啊 这个平均一下来呀 一集大概 十五分钟 啊 现在录了四十多集 近期争取 把他 把他那个录完 啊 朋友们呢 这个 方便的 方便的 啊 方便的 这个支持一下 啊 谢谢 谢谢 买了的表示感业 啊 哈哈 我认为您不会吃亏 啊 我认为您 不会吃亏 啊 最后 讲这一大段 啊 最后讲这一大段 其实我是 有感而发才讲的啊 因为 前一阵子 我是这个 老米为原格嘛 一路开车嘛 啊 他开车拉着我嘛 然后 谢谢 买的 我就表示感谢啊 啊 他开车拉着我 然后我们就谈到这个 告密这件事 谈到这个就是告密这件事 老米啊 就讲了个他的小故事 啊 他说他领着 哎 买了的表示感谢啊 那 喝啥 我不喝酒 这回啊 去四川 我这个课里不包含今天直播的内容 就是我书的内容 啊 这个 四十多集 应该录六十多集 应该能录完 啊 老米就讲了一个他和他女儿的故事 他说呀 他领着他女儿 出去玩去 他偷摸的呢 就把手机给他女儿 啊 让他女儿玩手机 然后他在一边呢 抽两颗烟 他跟他闺女啊 他跟他女儿就约好 我的书被枪毙了 被出版局枪毙了 您买不着我的书了 我的右下角是我的课 啊 其实讲的就是那本书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这个 这个帮帮忙 我就表示感谢啊 可以这个支持一下 老米啊 就和他女儿约定 说你看 我偷摸让你玩这个手机 我不告诉你吗 我偷摸呢 抽两颗烟 你也 你也 别告诉你吗 这是咱俩的这个 小秘密 啊 啊 这个课呀 视频课您买完了啊 两个方式看 一个方式在我的订单 您买完了 就有我的订单吗 啊 这个就可以看 这个没办法 这个他定的就是这个价 啊 这是一个看法 二一个就是在抖音搜 这个海豚之道 啊 搜海豚之道 您进去再搜清悲讯 啊 就也 也能看到这两个 这两个方式 右下角小雪花 下面写小程序 那个这是我的课啊 您可以弄一下 如果您看不着的 可能您就是这个抖音火山版 那就看不着 然后呢 老米跟他女儿 这个一个约定 就是我抽烟 你别告诉你吗 你拿手机 谢谢 买了就表示感谢 你 你拿手机玩游戏 我也不告诉你吗 那个应该是下载不了 但是能一直看啊 您要是非常想下载 就只能录下来 那就 没有 没有其他办法 然后呢 他女儿呢 有一天突然 就去告诉老米的媳妇了 说我爸出外边抽烟了 出外边抽烟了 老米知道之后 就出去 就叫一趟闺女 说你看 咱俩不是约好了吗 我抽烟 你玩游戏 咱全不告诉你妈妈 那你这回我抽烟 你那个就是告诉你妈的 那你玩游戏 我是不是应该也应该告诉你妈呀 说你这就是告密啊 这是品格中不好的东西啊 以后不能这个做一个 这个告密的人啊 这个我个老米啊 这个就是讲完这个以后啊 我就想起来 今天想讲这一段 讲了一段啊 这一段啊 在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以前的直播 我大概是讲过一次啊 但是今天的朋友 我认为可能大部分还是没听过啊 与这个告密有关的事 这里边还有个小知识 我顺便讲一下 是吧 资质通鉴里 有这样有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徐静业扬州起兵之后 武则天呢 就怀疑 一天下人多图景 就是有一个反对他的以后 武则天就怀疑 是不是天下人全想反对我 是吧 觉得满世界都是反对的 主圣开告密之门 鼓励天下之人 出来 都来告密 这个告密啊 那不是武则天那儿起的 这早就有啊 在这个法家商量变法 以前就有啊 但是今天咱们讲 武则天那儿的事 为了造就一种告密者 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 武则天呢 就重用了大批酷吏 著名的 有猴死旨啊 来俊臣呢 这个周星啊 重用这些人 这些人呢 大体上都是来自底层的地痞流氓 武则天呢 用的这一手和商军书里写的就是一样 一样 商鞅就说 说不能用好人治国 那好人治国 他这个顾虑太多 啊 这事我不能干呢 那个我下不去手啊 天下大乱 就得用恶人治国 这坏人治国 啊 这些人心黑手狠 啊 地痞流氓治国 啊 用恶人 管理善良的百姓 那这一压一个准啊 是吧 一样啊 猴死旨叫 贫懒不置业 沦落到给别人做家奴 他是这个出身 莱俊臣 亲爹和养父都是赌徒 都是赌棍啊 莱俊臣成年之后整日游手好险 为非作歹 啊 都是这路货 知道吧 这批酷吏 为了完成武则天交下来的任务 你不让我弄吗 是吧 就撰写了一部技术手册 叫罗之经 这个书啊 全名叫告密罗之经啊 由周星 莱俊臣 猴死旨 这些人主持 召集 这个告示者数百人 就专门干这个事的整了数百人 把这些人弄到一块 共同总结经验 提炼而成 弄一本手册 咱们今天就要熟着 哎 我教的咋熟着这些人 弄数百人的经验 写成一本书 告密罗之经 这是一部啊 集体创作 专门教人如何告密成功 如何给人家栽赃 如何给人家 罗之最名的专业性著作 啊 这个书啊 内容已经失传了 咱们像我有朋友说啊 这个 罗之经啊 现在的罗之经是尾书 现在的罗之经是尾书 啊 就是是后人写的 是90年代的人写的是假书 是吧 这个 我们可以从唐代的史料 知言片语中 知道这个书啊 里边收录的条目 对呀 有引用的 有啊 这个引用的 书这个 这个 这个条目 里边有啥 就啥招 啊 啥招 定百卖 喘不得 突地吼 尸魂破 死诸愁 求祭死 求破家 铁圈龙头 你听这些名 这些名 都是酷刑的具体操作方式 求破家 求祭死 我 我把这个刑 用到你 筛上之后 你的反应是啥 叫 求祭死 这刑给你上上 你恨不得我死了吧 你杀了我吧 你别给我上刑了 我就死 求祭死 求破家 你抄我家吧 灭门吧 你全整死吧 你就别给我上这刑了 通过这些条目 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实操手册 教你咋给人上刑 咋害人的 他和今天这个90年代的尾书 这个罗之经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是在这个古书上 引用这个告密罗之经的 有一个害人的方式 到现在流传下来了 我们看不到这个罗之经的原本了 看不着了 但是通过别的书的引用 有一个方法流传下来了 我给大伙讲一下 咋害人 他这书上写 说这个美玉一世 就咱想弄谁啊 叫千里同时则发 气焰不差 十号为罗之 召集告示者数百人 共为罗之 数周相连 千里响应 欲诬一人 即数头别告 皆是状不义 一口同音 以祸上下 啥意思 他这招啥意思 比如说今天我想弄你 我咋弄 千里同音 全国举发 我们想告你 就想弄你 我在五个省 六个省 找三十人 同时告 就告你这一个罪名 全国举发 千里响应 数头别告 一口同音 这么一告 不管谁 一看 那就是真的 五个省 三四十人 同时告你 就这一个罪 这招太好用了 你白口默辫 你说张三害你 李四害你 行 那你这一下子 全国几个省 几十人 全告你的罪 你还有何话说 你还有何话说 你跑不了 那审都不用审了 那那个 就是你了 是吧 这个 这个来自 这个组织 这个告密者 在不同地域 不同领域 同时动作 以众口一词 来使这个被诬告者 变无可变 掉入这个变无可变的罗网 没法变了 武则天呐 这个 我这回去啊 这个一个是 咱们平台的 郭 这个 郭宝宝 就是他 他家太爷 是这个川军的 一个将领 叫这个 郭鲁栋 这个 他在广汉 接待我们 然后成都的 有一个讲经济的 叫 福星 这俩人都是二羊 就都是第二轮羊 我就害怕呀 我到现在还是阴的 你知道吧 我就害怕呀 我说这个 你行吗 你这个 我这 我还想躲着你点呢 是吧 但是人特别热情 啊 这二位 这家就非得 就是我说啥都没用 就 哎 非得来 我跟这两个 二羊的 混了两天 没事 啊 我还是阴的 啊 但是我还是有点 冻感冒 啊 因为刚到丽江时候冷啊 啊 接着讲 武德天呢 大兴告密之风 主要动机是啥 就是我为啥让全天下全告密 主要动机是消灭政敌 震慑 官僚集团啊 以维护其统治稳定 那 所以史书将这场大告密运动称之为罗告天下一官 啊 一官呢 就不是就不是一般人啊 就是这个官员呢 皇亲国戚啊 啊 有功名的 叫罗告天下一官 太平广记啊 里边记载 说这个 来俊臣呢 尊崇武则天的指示 以李唐宗使和官僚集团为重点罗织对象 就是杀唐这个李唐的宗使和官被诸杀灭族者牵御家 咔嚇唐就是干掉了一千多家灭族啊 这个恐怖的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 就他正干 你结果是啥 告密之徒 分然于道路 就全天下都是告密的 啊 比如 这个雨林将军 长远凯 这小子 参加杂当的官 三代告密得官 就长远凯 长远凯他爹 长远凯他爷 这三代杂当的官 都是告密得的官 然后明流与朝臣 就是我是一个正常人啊 我说我这 这事与我没关系啊 明流与朝臣叫月日而已 啥叫月日而已 就是老子多活一天 赚一天 那我知道明天谁那个 罗织我呀 啊 我 这说不好明天就 得把我告了 啊 月日而已 老子活一天 算一天 因为随时可能被逮捕 随时可能被灭阻 朝臣们将每天都当做人生的最后一天 每次出门去上朝 都与家人决别 就今天我上朝啊 兴许就回不来了 我说点这个啊 跟那个 先跟 先跟那个 大家做一个诀别 啊 这个连敌人节这样的名称 咱现在一拍什么电影电视剧啊 神探 这个敌人节啊 也躲不过来俊臣 罗织 锅当 下月 来俊臣 啪叉 一罗织就把这个 敌人节抓起来了 敌人节 被抓起来之后 第一时间 马上认罪 我错了 哎 你说啥就对 对 你说全对 后 敌人节侥幸不死 得以出狱 啊 武则天就问了 哎 说你为什么甘愿认罪呢 啊 说你俩一进去 一进去 你就招来咋事了呀 敌人节回答 若不认罪 以死于家磅也 就是你手下这把人 我进去 我要是不认罪 早他把我打死了 你知道吗 我进去就认 可见当日酷吏 这手段 之毒辣 啊 连敌人节都闻风丧胆 咱们这个 讲历史和听历史的朋友们呢 所以我错觉 就是 你看武则天不收拾 李唐皇室吗 不收拾官僚吗 弄吧 弄吧 好啊 啊 与我百姓有啥关系啊 又错了 我经常说呀 这个 打击 豪强也好 打击富户也好 打击朝臣也好 这个 这种有能力的 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都被打了 都被干掉了 都保不了自己了 到最后最惨的就是百姓 啊 这个 以李唐宗室和官僚集团为 打击整肃 这个对象的这场运动啊 并不意味着你普通百姓啊 就能置身事外 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那覆朝之下 安有顽暖的 啊 你这一想过 打礼堂宗室 那打官僚弄死他 那就不是那回事 相反啊 普通的百姓 更被深深的卷入到了 这场风波之中 啊 你好不了 武则天用啊 高官后路 爵位为诱饵 让全天下人去 告密 你告的不实也没事 你胡喷的都没事 没有惩罚 这是对人性的摧残 没有人性能经得起这种 惠制度的诱惑 你随便告啊 啊 你要是告成了 你就高官后路 你要是那个告不成 就没事 你就可以转身就走 人性经不起恶制度的诱惑 制度之恶呀 武则天 这个恶政就激发了许多 普通人内心最深处的恶意 这个大唐新宇啊 说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 则罗告其主 以求官上 就是普通人 普通人纷纷被恶政所引诱 成为了可耻的告密者 人们都成为了可耻的告密者 告密之风啊 有的朋友在网上经常有 有这种言论啊 说这个言训训法 你怕啥 你不干坏事 你怕啥 你反对言训训法 你是不是是那个做坏事的 你你你不犯法 你怕啥 告密 告密 你不干坏事 你就不怕呀 你怕啥 你是不是干坏事的 这是网上经常就 哎呀 就这些人你跟他也说 你跟他也说不明白 知道吧 告密之风追求的是什么 告密之风 他追求的不是真相 不是你是否犯法了 不是你是否有过错 告密之风所追求的 就是恐怖的社会氛围 我追求的就是恐怖 就是这个氛围 我不管你是真 你是真犯法了 你还是冤 不管 我就吓得你每个人都不敢动 这个方说对人人自危 就完事了 我追求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底层的奴婢 也站出来 告密 想翻身 通过诬告 我要 这个 在社会地位上 翻身 有地位者 也想通过这个 这个告密 诬告啊 取得更高的地位 举个例子 润州刺史 窦孝臣之妻 庞氏就栽在了 加奴的手里 这庞氏啊 夜教 那就是晚上上香烧纸 那咱也不知道他 他这个 他想干啥吧 这个 汤家的加奴 就 罗知 说这个庞氏晚上上香烧纸 诅咒 武则天 就是你问 为啥晚上上香烧纸 你行妖术邪法 你诅咒我们这个 这个 则天 这个 就是 这个 皇帝 武则天 就命啊 玉使 薛继续 人里 去吧 你看看 他是不是这个诅咒我 薛继续 那个 诅咒你 那个 弄死 庞氏之子 人家儿子不干的 这我妈晚上 咋就诅咒你了 他的儿子 就跑到另一个浴室 徐有功的地方喊冤 我不受 我妈太冤了 这个 徐有功啊 了解一下 这个案情 这不纯扯淡吗 这不冤案 就把这个事 反映上去了 说这个 是冤案 但三思衙门 没有人理会 对徐有功的意见 你瞎查啥呀 这上面已经定死刑了 最终 还是将庞氏 处于绞刑 还是绞死 武则天呢 气的就把这个 徐有功弄过来 就骂徐有功 师出 何多也 你是这个 就是干的啥事 每个事都有 过失 你杀人太少 我为啥让全天下人全告密 我就是要杀人 我就是要杀人 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意图 成天救人 他冤 他冤 师出何多也 把徐有功流放岭南 你真查案的 流放岭南 就是有人举报就杀 有人举报就杀 你查案 那不行 后来 武则天呢 不咋 行行行 这个 徐有功这人还行 想让他担任司法官员 又把他从那个岭南 那个弄回来 徐有功全力推辞 说这会打死不干 说陛下以法官用臣 臣以从宽刑法 必坐而死已 啥意思 您 用这个法式干啥的 要杀人 您就是要杀人 我是从宽执法 我是要查案 那咱俩这是两领劲啊 总阵长的话 必坐而死已 我查俩案子 我就完了 你就得杀我了 知道吗 这个我绝不能当这个官 我当这个官肯定死于非命 这个时代的道德滑坡呀 某个时代 这个国家的道德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 这个朱元璋那个时代 朱元璋在大告里写 说这个父母绑着儿子 来这个举报 送到官府 孩子啊 这个就是绑着他叔 绑着他舅 送到官府 这好 我很满意 我都把他杀了 这叫啥呀 这叫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 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 源于什么 这个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 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是他插着政治滑坡 咱们的朋友就永远弄不明白这个事 这个他真坏 他那样的 这个时代全完蛋了 就没有好东西 人人是坏人 互相弄 你弄我 我弄你 源于啥 源于权力 源于政治 和老百姓没关系 老百姓是啥呀 跟着你政策走 当满天下都是王插蛋的时候 那个皇帝是最大的王插蛋 知道吗 那是他造成的 用赤裸裸的利益来诱惑这个告密者 用连坐制度来恐吓不告密者 那么必定在整个社会中造成恐慌 你告密我就赏你 你不告密连坐你跟他同罪 那每个人都不安全 都完蛋了 人和人之间就丧失了信任 商扬变法就是啊 五家为一五 十家为一十 互相监视 你邻居犯事的 你没举报 连坐 他腰斩 你也腰斩 那你没办法 你只能去告密 你邻居今儿早上不管他干啥的 你全得去告啊 所以说 商扬这个变法以后 这个秦民呢 对亲属和邻居 有深深的恐惧和不信任 朝廷要造成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氛围嘛 你互相都不信任了 你就无法抱团 无法形成力量 就无法反对我 我这个椅子就稳了 就千年万年传了 所以说武则天也正玩 所以说朱元璋也正玩 就是你要懂了历史运行的逻辑之后 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正干 法家秦制打那天出来了 两千年全正干 不用你一进来 你是哪朝 你是哪族人 你是哪国人 你黑我们什么名 你黑 哎呀 没说吗 你太小瞧我了 我不是说什么黑你们名啊 说你们清啊 两千年 全是全是这样 全是这样 没有一天变过 你明白了 法家秦制 王权主义的底层逻辑 要干啥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两千多年 历朝历代 没有一天不是正干的 都在正干 朝野兼载 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李显被武则天废去地位 贬为庐陵王的时候 有飞骑十余人 在洛阳坊间饮酒 十多人起码夸来了 在坊间一个饭店 喝点酒 其中一人发牢骚 这十几个人是一伙的 咱起码来了 喝点酒 有一个人说 说这个 早知道太后 没啥赏赐啊 当初就不如支持李显了 那说现在太后 把皇上废了 咱支持太后了 这没啥赏赐啊 那早知道 我还不如支持 这个就是 这个支持皇上 就说了这么一句 结果酒味喝完 这十多人已被雨林味逮捕 那就是正愧啊 我这坐着刚喝上酒 说这一句话 酒还没喝完 那全抓起来了 因为同饮者 就是十多人一伙的吗 同饮的这个人 一伙的其中有人 马上听着你这句话 李显就去告密了 马上去告密 第一时间就去了 所以说你酒还没喝完 这十多个人全抓起来 结果 发牢骚者出展 就说了一句话 啪砍掉 同言者知情 不报 脚伤 这十多个人 你们听这句话了 没举报 全勒死 举报者 刺官无品 这十多个人就活了一个 给个无品味 剩下全上 这些飞骑 起码来的 不过是底层一饼 你起码而过 从市井房间找饭店 吃口饭 喝口酒 你就是个饼 也不是什么医官 不是什么宗室 与这个武则天 想要重点打击的对象 他不挨边 但是 告密之风 已经盛行于天下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你不要认为这个法律 就是给这个宗室订的 你就没事 宗室都保护不了自己 都灭门了 你平民百姓更完蛋 此案中 是什么推动这个 告密者 就正喝酒呢 第一时间就跑去 这个就去告下 与其说是这个无品官的奖励 不如说是在连坐制度之下的自保 你说这小子不就为了贪图奖励吗 生那个无品官去告 不如说他是自保 如果他没去 别人去了 那么被绞死的将会是他 这十多个人就活了他一个 一个砍头 剩下全绞死 他生无品官 如果去的不是他的 是别人的 他就被绞死 在连坐制度下 这个人没有办法保证 童眼的十余人中 没有人去告密 为了自我保全 我只好做这个最积极 去告密的 这个告密者 我就当这第一个恶人 人性的恶呀 一旦被政治滑坡所激发 咱们朋友们 他在不懂历史的逻辑的时候吧 总找人的毛病 这个人如何 那个人如何 政治滑坡引发了 社会上的道德滑坡 一旦这个被政治滑坡所大规模的激发起来之后 受害者呀 咋自救啊 那就剩下了以恶制恶 就是你整个社会 你连那个朝廷官府 民间都完了 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伸张正义了 咋的能救我自己呀 我处在这种情况下 我被人家诬告了 被人家所这个 这个构陷了 咋办呢 剩下的只有一招 就以恶制恶 讲一个事 一个例子 这个大唐新语里啊 就记载这样一个案子 崔轩被人告 这个人叫崔轩 他被人告 说参与密谋要谋反 这下大罪呀 抄家灭门的 武则天就派御史张行吉 你查查 你查查 结果呢 这个告密的人呢 也坏 他先将崔轩家的一个小妾 引诱出来 藏起来 然后散布消息 说这个 崔轩家这个小妾呀 是举报崔轩 谋反的 谁告的命 就是他 就是这个小妾 告的命 结果崔轩知道了之后 把小妾杀了 沉湿落水 我把这小妾藏起来了 你 你 你也 找不着 我就 我就 我就说是李沙的 啊 张行吉两次 这个查 查这事 说有没有 这个 谋反呢 查半天 也没有 都跟武则天 报 说这个 没事 啊 结果武则天 这个大怒 我他妈没想让你查清楚 去了就让你杀人去了 你还查啥呀 武则天就说 说这个崔轩呢 杀了小妾 足见他是个反贼 就是你用不着用不着这个 这个找找什么证据了 他他这个小妾不是没了吗 他就他杀的 他就是反贼 说如果 他找不到小妾 就洗不掉罪名 你 这个张行吉 你是 这个纵容他 啊 你 如果这个案子再给我整不明白 我就让莱俊臣收拾你 啊 你 辱字无回也 就是他找不着小妾 他就是 谋法你就去把这罪给我定了 就完事了 如果你不定罪 还从那查 你就是包庇 那我就让莱俊臣收拾你 到时候你后悔 你都来不及 张行吉无奈 也是为了自保 啊 就逼着崔家 马上把小妾给我交出来 交不出来 你就是谋反 啊 那就网上报 就 谋反 灭族 这崔家呀 满世界找小妾 当中赏的这个告示 也没有消息 让人藏起来了 这找不着啊 好在啊 这个崔轩的兄弟啊 崔静思 这是个挺聪明的人 这个崔静思啊 发现 我们崔家只要一开会 这个会议情报 肯定流传出去 就外边肯定知道 说这是咱家他妈出内鬼的 告密的肯定是咱家的人 那 所以 他故意 开了个假会 在家里宣布 说我 我们崔家 退回 完蛋了 啊 咋办 我出三百匹捐为酬劳 要故杀手刺客 把这个 谁告密的 杀掉 啊 这个消息一放出来 他就开始观察 他家谁有异常 就要抓这个告密的人呢 结果 一个姓舒的家人 叫广克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急急出府 要通知 这个告密的同伙 一下他就漏了 就是一个姓舒的家人 这个姓舒的家人呢 素来言行无缺 啊 为这个 这个 他家所信任 伪之如子弟 就跟家里孩子一样 没成想参与了这个告毙的行动 参与了把他家的这个小妾弄出去 藏起来这个行动 崔庆斯啊想来想去 就剩一招可以自救 咋办 就是以恶制恶 他啪嚓就把这个姓叔的家人抓起来 跟他说 崔轩破家 必引辱同谋 辱何禄自血 幸能出崔家窃 我已辱五百匹捐 啥意思 说今天把我崔家弄成这样了 咱就一起死 我崔家死之前一定咬你一口 说家人都是同谋 你就是同谋 我咬你一口 我临死咬你这一口 你是同谋 你也好不了 非死不可 那么你咋的才能活呢 你把我家这个小妾交出来 我崔家出五百匹捐送给你 你快跑 你把小妾交出来 你也惹人了 我给你五百匹捐 你跑 找地方过这个 还把妹子 你好了 我家这个小妾找着了 我家洗脱这个罪名 我家也好了 这个最终 这个崔宣家的案子 就是这么解决了 就是以恶制恶 告密啊 是一种恶 攀咬也是一种恶 就是我临死之间咬你一口 死也 薅你当垫背的 也是恶 这个家人之恶呀 这个 只能消弭这个崔敬斯的 以恶制恶 就是没办法 我只能能干了 逐渐的 这个司法体系 已经这个 就是荡然无存 就是这个崔家也是官员呢 我明被人家陷害的 我到最后 我只能用这招 司法体系 已经这个荡然无存 个别司法官员的良心呢 就上人家查 那个查两回都说 没事 这个良心也无处安放 没有用 这个整个体制的恶 法律的恶 皇帝的恶 甚至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恶 一两个有良心的官员 没有用 啥用都没有 除了 跟着朝廷的政治滑坡 一起往下出流 成为告密者之外 又警告 是 我这不直播 不直播 回放 我方才被警告了 朋友们 你们那个打字啊 也都小心点 我没说吗 朋友们 你们打字 他不影响我 我被警告 与你们打啥字 也没关系 这就是 但是你们要是打的太嗨批了吧 他封你那个评论 然后你从别人那你也评论不了 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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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很多普通人 在武则天治下 也成为了被告密的这个 对象 史书里 只记载了 李唐宗士和官僚贵族的悲惨遭遇 很少记载普通人 但是这就不代表普通人在这场大的告密运动之下 啥事没有 如果有权有势有钱者 尚不能这个避祸 尚不能用法律保护自己 那么 无权无势无钱的普通人 就更谈不上 那个 怎么躲避这个祸事 怎么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他门都没有 那些野心勃勃的流氓们 那商鞅嘴下 以黑恶势力致民的黑恶势力们 也不会放过你们普通民众 朝野奸载里 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库立王红义 他是地痞流氓出身 你就说这些官都是地痞流氓出身 他咋当的官呢 他咋跑到武则天 他成为库立的呢 你得想这事啊 他咋起来的 都是流氓 全是赌徒 无赖 他咋当的官啊 这个王红义 他就有一个绝技 叫罗之善人 他咋玩 他早年发技的方法 叫由河北照定 见老人呢 做这个义斋 只要你有老人 发善心 发斋 发放斋贩 开 开粥厂啊 这个搭粥啊 舍粥放粮 只要有这样好人 马上 我就 诬告你 足够杀 二百人 我就是告你 批判了外应 一分钱 一分钱 全没有的 也没啥意思 只要看见好人 你开粥厂 放粥的 你肯定趁俩钱 马上 我就告你 就弄你 弄你 我又有钱 又当官 他就是这么一个地痞流氓 专门 专门就是杀好人 就是足够杀二百余人 也正是因为 他诬告了二百多个 这个开粥厂的 让他得到了游击将军的官职 你不要认为一个地痞流氓 他被武则天弄上来 他害礼堂宗室 他害官员 你得想想这地痞流氓 咋到武则天身边的 他从害老百姓开始的 他害了二百多个善良的老百姓 才当上了游击将军 才当上那官 因王红义 诬告 而丢掉性命的二百多人 都是普通的底层百姓 这个武则天时代 社会的道德 全方位的崩溃 你就想一个地痞流氓 通过瞎 就是这个瞎告 瞎咬都能当游击将军 能害死几百人 那弹劾道德呀 啊 这个时代 道德全方面的崩溃 其典型的表现 就是民间普通的冲突矛盾 不再寻求法律裁决 而是通过 告密的手段来实时报复 这法律没有用 告密才有用 根据大唐新语和旧唐书记载 这个恒州陆泉寺的僧人 静满 与寺内别的和尚不和 这个和尚和另外一个和尚 他俩有矛盾 于是 那个和尚 就偷摸的画了一张画 画着一个女人 居高楼 静满 眼光设置 咱俩有仇 有仇 要不你就来 咱俩就那个单挑 要不你就 走法律途径 你就去告官 民间的私院 已经不用正常途径解决了 我画个画 画你设楼上的一个女人 诬告你要谋杀武则天 要谋法 要害皇上 我诬告你 这个时候武则天正致力于将自己神画画为佛 告密者了解这一点 我画一个和尚要设定 你不想当佛吗 和尚反对你 把这个画像送到京城 武则天见到画像之后 大度 命御使 赔怀武前去 这个 查 查实之后 就地诛杀 这个静满 幸运的是 这个裴怀武啊 这也是个好官 这也是个好人 他这个去一查就查出来了 抓住了诬告者 就是人家静满这和尚没画就画 这是诬告的人画的 不幸的是 裴怀武啊 因为没有按照武则天的期望去 去办这个案子 武则天的期望就是你去了 你就是把这和尚杀了就 没事的 你查啥呀 你查出诬告 与武则天期望不符 武则天史书记载叫色动声战 就是怒了 这位好官裴怀武 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就我秉公执法去查案 查回来差点命没了 静满的这种遭遇 他不是个案 就是说 你是不是举什么极端的例子 他不是个案 武则天号召农夫桥人 皆可入京告密 你是田间种地的 你是山上打柴的全来 只要你想告 这些人 这些农夫 这些囚人 他没有机会接触什么 礼堂宗室啊 没有机会接触什么官僚贵族啊 你个农夫 你认识谁是李唐宗室啊 那么这些人来告 他的告密对象就都是普通百姓 都是老百姓 所以陈子昂就上书劝武则天 说这个就别搞这个了 就别让大伙再告了 说这个现在呀 来告密的人 就喜欢诬告别人 是徐敬业叛党 就是不管是谁 那农民那乔夫一告 说我告 他是徐敬业的那个 就是那个叛党 他跟徐敬业是一伙的 哪有那些徐敬业的叛党啊 那农民那乔夫的啥叛党啊 实际去调查的结果 叫百无一一时 这陈子昂说我们去查 这些老百姓告 一百个来告的 连一个战队都没有 面对这个调查结果 说陛下您又不追究诬告者 诬告就诬告 放了 没事 那么郑干啊 这个 一旦有一丁点民间的这个嫌隙啊 既称有命 就咱俩有一点矛盾 马上我就那进去 你是徐敬业那个叛党 一人背诉 百人满月 我诬告你 把你抓了 你再咬别人 他在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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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被诉 一抓抓一百人 百人满月 老百姓彼此之间啊 这个有点冲突 有点矛盾 就以这个告密作为这个报复 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道德滑坡 在武则天治下 这个泱泱大国居然成为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洼地 举国上下 举国上下没人在讲什么那个李廉耻啊 忠孝仁义啊 啥也没有 我早讲了商鞅变法之后的后果 那就是这个 秦国人啥也不讲 没办法 所以说 陈子昂的劝谏 毫无效果 他自己还差点就死在了告密者的手上 你劝个屁啊 别人就 把你告了 你能减条命就 不错 然而 等到武则天权力上的私欲 已然满足 天下已经稳定 我达到我的目的了 他的大告密运动 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时候 这位女皇 却说出了一番无耻的言论 他哪说呢 他说以前周星来俊辰这些人 负责处理案子 朝臣们互相牵连 互相举冒 每个人呢 都承认自己是这个造反的逆贼 说你都承认呢 你整个这个朝臣抓谁 谁承认 说国家自有法度啊 朕不能违法 我只好诛杀他们 你抓一个 你就承认 你是判贼 你想谋反 那你谋反就是死刑啊 朕不能违法 既然你承认了 我只好把你们全干掉 是吧 他说期间呢 朕也怀疑过 有滥杀与诬陷 说我不傻 我猜到过有这事 于是派了身边之臣去狱中询问 就是我那派个人去问问 你们是真都是那个反贼吗 得到的答复都是承认罪行 都给人打烂了 都求破家 求身死 都那样了 你谁问全是认呢 我认呢 对啊 我就烦了 是吧 于是朕就不再怀疑了 批准了周星和莱俊臣的 汇报 一抓你 你就承认 一抓就承认 承认之后 我还害怕你是被冤枉的 我派人再去问 你还承认 那就杀吧 是吧 说最近周星和莱俊臣全被杀了 被杀了之后呢 我再不闻国家有造反的逆贼 说以前满朝全是逆贼 全造反 说周星和莱俊臣被杀之后 一个都没有了 再也没有这个反贼了 大概我从前猝死的人中 也有被冤枉者吧 就是 我是一个完全的 这个 这个好人呢 好得不得了啊 那 那个就是全是堂干的 也许有冤枉者吧 武则天呢 如此装糊涂 装作被人愚弄 那你既然正装 那大臣们只好陪你一起演这个戏 大臣姚崇也就陪他演这个戏 将过错都推给库立和告密者 姚崇说 从前那些冤案的都是告者特以为公所制 这些告密的人太坏了 他们就想就想要功劳吗 就想升官吗 想要赏钱吗 都是他们所制 这些人 罗织的手段比汉代的党固还厉害 所以人人自危 说陛下您呢 让身边之臣去询问 啊 那个身边之臣呢 也会害怕 啊 所以啊 你身边之臣也不会认真去办事 回来 他回复您的话呀 也是假的 把陛下您蒙蔽了 啊 说如今 陛下您诸出凶术 啊 您发话了 把库立全宰了 一切都过去了 你看 杀了这么一顿 杀了这么一顿 您皇帝还是好的 您身边的人呢 都是汪茶代 唐人寒碗的 在御史台记里边记录啊 莱俊臣被足诸的时候啊 无论贵族还是贫民 无论是男女老少 京城的百姓啊 都跑到大街上欢呼啊 大家都说自此后卧 乃被得床椅 莱俊臣被宰了 从此以后 我们躺床上啊 乃被得床椅 我被终于敢挨床了 终于能安心的睡个好觉了 这些欢呼的男男女女 我们这块古老的帝国上的百姓们 很希望这一切都过去了 但是 这一切真的都过去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这一幕 在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上 就是一直重演 一直重演 一直重演 真的没有过去 一直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 没有这个过去 法家秦制 王权主义 只要这还存在 这种这个 政治滑坡 这种道德滑坡 这种全民 这个告密 这种道德的挖地 啊 就会一直的存在 这个 今天呢 先讲的是一个 这个 英国 国王 这个大战咖啡馆的故事 啊 又讲了一下 咱们这个 啊 法家秦制帝国呀 啊 两千多年 跳不出轮回 啊 跳不出这个轮回 然后最后 讲的这个武则天 时代的 告密的这个事 其实这个事吧 他都 他都不是孤立存在 为什么我总讲啊 我说咱们这个 历史啊 还有一个真实的运行的逻辑 啊 其逻辑 这思想啊 治国的治 治国的指导理念 啊 还有这个 这个 整个这个政权的形态 啊 把他们构建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 往咱们历史运行的逻辑 权力运行的逻辑 啊 如果你不懂这个逻辑 啊 就是在咱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把每件事栽出来看 啊 今天说这件事 啊 这个 豪强坏 明天看这件事 这地主坏 后天看那个事文官坏 啊 后看那武将坏 啊 他是那个奸臣 咱们网上 几乎啊 几乎啊 百分之百的讲历史的朋友 啊 几乎百分之百的历史爱好者朋友 全正看 啊 全这样 我前 前几天 这个 讲经济那个复兴嘛 啊 讲经济那个复兴 就给我发过来一个视频 明朝是怎么亡的 啊 明朝就亡在读书人的手里 一个叫东林党的团体 啊 他们不让我们皇帝收税 皇帝没有钱 明朝就亡了 大伙这赞点的 几万个赞 啊 就是啥 就是他根本就不懂这几千年 王权主义 啊 这个帝国到底是咋运行的 法家死眼是啥 咋也不知道 读书人最坏 他打我们皇帝偷钱 大伙点呐 提万个赞 网上啊 咋说呢 其实我特别 就是不推荐朋友们在网上 所谓的学习历史知识 我特别不推荐 啊 因为 几乎就是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啊 这个 我到 不是说这个说谁啊 这个 有个 小姑娘 啊 沉个脸 穿个那个 那个睡衣 那胳膊 把这一煮 啊 气行讲 哎 这 都是讲的网上流传多年的段子 就你到网上随便一搜 就全是段子 他专业讲这个 那大伙 乐一听啊 这姑娘啊 这家 这个 这个 小神态啊 这个 小表情啊 穿个 小睡衣 往这一煮 这一说 人家几天 就一百多万 分子 我讲了两年 封了两次后 今天 现流 明天 山市平 磕磕绊绊 弄这点 弄这点 粉丝 这现在还给我留下 这个一线 一线生机 这个苟延残喘 就说你 你在网上你真正的去讲历史学是不行的 啊 也没有多少人就是能听得懂的 就是必要 就是必须去 去讲段子 而且是网上流传多年的段子 我都抄过来 啊 那一讲 啊 这个 一百万呢 啊 二百万呢 那是 所以说呢 我这就是不推荐朋友们 就说你想学历史 在网上学 那是纯开玩笑 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吗 我说他这个还是 炒 炒个溜干尖 炒个溜彩样 炒完菜 把这大勺放那儿 围裙栽了 就是坐着 我跟你那个讲个历史 就全这伙的 是吧 啊 我这个右下角啊 啊 小程序 是我的课 那我这个课呀 哎 这朋友说的是对的 回讲啊 这个 反正咋说呢 这也不怪咱们平台 你把 讲历史学的 讲哲学的 真正讲点知识的啊 都消灭了之后 那剩下的就是 反制的了 西方全造假 大明全无敌 剩下就全这些了 你剩下的 那只能是他们了 以前咱们网上上 西方全造假 这个文物造假 文明造假 历史全造假 以前就一个人 以前就一个人 结果 你这一看 这咋说都行啊 这好啊 你咋喷都行啊 你这家西方全是假的 他都是 门关的呀 这好 以后春笋一般 各种西方全造假 全出来了 全出来了 头两天 我居然看到 有一个人坐那 我给大家推荐一些 好的博主 这些主播 勇于揭穿 西方全造假 西方为始 勇于站出来 夸夸夸 居然念提不个人的 这家啊 这个 那个 我都把 这就是 当你把真正讲知识的 消灭了以后 剩下的就这些 剩下的就是这些反制的了 咋说都没事 那就贪吧 那就贪吧 没办法 没办法 这是一丁点 一丁点招都没有 右下角 小程序 是我这客 我这客啊 其实就是我写的书 啊 我写的书啊 叫百姓简史 我写了三四个月 出版社啊 三审三教 又弄了 弄了 三四个月 啊 前后啊 弄了七八个月 结果到最后啊 就被这个 这个这个 出版局给这个 消灭了 啊 这个 右下角这个客 啊 如果 这个价钱 再不影响您生活的前提下啊 希望可以这个支持一下啊 呃 六十多集 现在录了 四十多集 啊 我希望用短时间可以那个录完 至于说有朋友说呀 说这个推荐点书啊 呃 他是这样啊 呃 我 我外边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橱川里 张宏杰老师的书 这个是我主力推荐的 啊 您您呢 呃 打个比方说 这个 这个张宏杰的这个简读中国史啊 啊 这个是我认为很难得的好书 您可以出去在我这个橱川里这个看一下啊 这个除了张宏杰的以外 这个 郭建龙的 郭建龙的书也行啊 在我橱川里也有啊 想看书的也可以买一下 那个 就是 那个 但是啊 我主力推销的还是我的课啊 朋友们 方便的 啊 方便的可以支持一下 这回我旅游回来了 咱们还是每周五 晚上七点播啊 今天现在 十点 十点已经过了吗 七点钟开说的 播了 这个三个小时了 就差不多了啊 今天就先这样 如果您 现在买课 没买成功 晚点再想买的 出去看我的几个视频 那个视频有 有那个卖课的 在下边有挂着的 有挂着的 啊 感谢大家啊 咱们下礼拜五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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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